有点富泰 在怕我吗 有点像人气 大家好我是白金 我是小莉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全新的拍摄场地 今天我们的想法是要拍一套 比较轻松而居家的生活照片 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投币 收藏 一天三年 铁路少女的 铁路少女的 是我说 感觉是这个场法 可以让它退出场 到那里面 看不太心 还是这样 我拍了一个背影吗 刚才背影 就是不要撑那么远 感觉屁股好大 挺好的 就是那个你觉得 你最美的那个角度 往上看 等一下别动 看一下 你看我身上 不不不不就是脚丫子 你的左腿往里收一点 对对对 然后来个手往头上摆 就看到一点一只手在那摆动作 对对往上 对对对类似这样 我想 对对对你刚刚 下个是什么 三二一 我看的不是看我 这个 这个 嗯 那个 嗯 嗯 再开心一点 一个 真的 到底怎么才算开心呢 好难 对不对 其实实在好难 我觉得 哈哈哈 对不起 真的哎哎你插不下 哎挺好 麻辣的苍蝇我是使得麻辣一直帮着我 挺好的 涂控福利 有了 收拾密码 这个勺太大了 嘴挺大的 不要看我 你再含进去呢 你试试能不能夹含进去 反正进去之后就看不到 嘴又这么大 含着先吧 含着他 对 好奇怪 你的表现太犹豫了 我给大家屏幕再看一看 后期就不剪 他太好笑了 能看到吗 哈哈哈哈 那个啥能干嘛呢 嗯 哎对 心疼给给 这个再来一下生活话一点的 你想一想 比较这种大婆就是得表 就是眼神有戏 奶神有戏 嗯 嗯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摔不摔 我想一想 你 哎哎哎哎哎哎就真的是那些 小舍青土了 哈哈哈 嗯好 今天我们拍摄了两套服装 因为民宿是两点以后才可以入住 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大概是三点 此时的自然光的色温是比较偏暖的 图片后期出来会比较适合我们今天想要的风格 我在这个阶段就是只使用一台相机进行拍摄 没有开小光灯进行辅助 最终使用的所有设备也会写在简介里供大家参考 我个人的拍摄习惯是前妻和模特 沟通好服装和场地的每一个细节 具体到发型啊袜子 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们今天想要拍摄的主题就是夏日少女居家风 那说到夏天必不可少的就是清爽 可口的西瓜和少女俏皮可爱的美好的身材 这里的落地窗是有白色的窗帘搭上背景的主题 非常适合逆光拍摄 在这种明暗对比非常大的场景下 使用索尼和尼康相机的话 前期可以尽量拍的暗一点 以亮部趋于正常曝光为基础拍摄 后期调色阶段把暗部的亮度调高就可以 第二套的拍摄主题是游戏宅的女友视角 所以会多拍摄一些模特看镜头 以及模特和镜头互动动作比较多的照片 那么我们拍第二套的时候 大概已经是下午的四五点了 已经比较晚了 所以使用了一台闪光灯放在院子里 灯头的位置对着房间内 模仿太阳光的照射效果 上一期的视频也是这样 再在室内放一座闪光灯 补一下衍生光以及平衡室内和室外的亮度 这样操作虽然会稍显简单粗暴 但是拍摄出来的妹子肤色会比较自然好看 那人像拍摄嘛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人拍好看 而且这样曝光不需要调整灯的位置 拍摄的速度就可以比较快 出片效率会比较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